好的,这个港股今天跟随内地股市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就是因为内地股市呢,从昨天开始呢,再到今天呢,已经呢,上新了不小 这个港股从恒生指出在一个,在19,800点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支持 从过去几天这个香港的这个新的楼盘的销售的情况来说呢 就是表现是比市场预期要好 所以一些本港的房地产类的股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虽然就是这个农行上市之后呢,它表现只是一般 也是在这个交股价的水平增值 不过对于其他的一些内地的内营股呢 一些融资的消息呢,已经是充分被反映了 呃,所以我相信就是今星期有机会,呃,港股 航生指数从这个19,800点到这个20,700点这个水平 整顾呃,没有太大的下跌的空间 不过如果说这个上,呃,上向突破的话呢 也是比较难 也是比较难 就算是比莫大了 是比较难所长的 它是比较难所长的 改变了 感谢观看